我们就位 宜兰年底五合一选举将在11月26号投票 产生县长 乡镇市长 县议员 市民代表以及村里长 宜兰地检署今天成立查查汇选及暴力执行小组 并由地检署检察长李嘉明 县警局副局长郭森永 宜兰县调查站主任严陈安 县府政风处副处长林六山共同接牌 宣示侦办汇选犯罪及压制选举暴力的决心 这个是今天上午十点全国同步接牌 那我想这个11月26日即将举行的九合一大选 对于地方的民主政治以及对方的连任政治都非常的重要 那长久以来宜兰地区在查汇的各项工作上面 在检紧掉阵风的稀守努力之下 也是成绩也是非常亮眼 我们相信今年我们也能够秉持的这样过去的一个成果 继续努力在这个查汇工作上 在这个反暴力的工作上面能够呢 持续像延续过去的这个这个成果 继续努力 然后绝对要延进各种不法的行为介入选举 为了促进全民以科技方式参与反汇 宜兰地检署也设置LINE检举会选专区 透过QR Code地检署的LINE 就可以及时传送文字录音录影 相片资料给地检署检举会选行为 不但方便迅速而且绝对保密 那检举会选除了可以拨打免费的检举专线 0800 024 099以外 那我们也为了促进全民以科技参与反汇选 我们也有设立这个LINE的这个检举会选专期 欢迎大家随手一扫会选别跑 那透过扫我们这个我左手边这个LINE的QR Code 然后就会成为我们会选专区的专属好友 那接着呢你就可以利用科技设备 用云端来传送这个文字录音录影或相片 到这个只有没有别人看得到 只有我们地检署的专责人员 收到了你LINE传过来的讯息呢 只有专责人员看得到 非常方便迅速而且绝对保密 一般常见的选举犯罪行为 多为现金买票暴力介入 赠送礼品不实讯息 复合式买票等类型 检举会选还有高额奖金 从村里长到县市长 检举奖金从50万元到500万元 拒绝会选守护宜兰民主政治 及纯净选举环境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 嗨 Altyazı M.O.K. 嗨